好 再来看到最新的现场 这是高雄县长杨秋新呢 他这五都竞选期间发现了大肠癌复发 直到选举完他才住院切除 而目前呢已经出院了 现场状况连线记者杨丽芬 高雄县长杨秋新呢 在这个月的六号大肠手术 那么经过一个礼拜的休息之后呢 今天已经复原可以出院了 那么看杨秋新的气色非常的好 他跟长根医院的护士们一起留影 还比出大拇指哦 表示呢他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呢 非常的有信心 我们来听看杨秋新呢 他说明当初到底是 在选完之后 如何发现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出问题 算是很幸运 我10月28号来做健检 那发现说这个肠壁有回后 增后的现象 而且范围很小 当时告诉我是 可能是良性的肿瘤 那后来证明说细胞在病变 那我也接受院长给我做最好的建议 马上来住院来做切除 那很幸运 所以切除完 不用再做化疗电疗都不用 杨秋新的大肠有肥后增生的现象 同时产生病变呢 还好经过及早的治疗之后 现在不必做任何的电疗化疗 杨秋新已经可以出院了 那么杨秋新是在93年的时候 曾经罹患大肠癌一期 当时就切除了20公分的大肠 所以从此之后 每年都要定期的全身健康检查 在今年的10月28号 他在回院检查的时候 发现他的大肠壁又有增后的现象 因此医生担心会有其他的病变 所以在经过一个月 杨秋新选举完之后 立刻在12月6号就请假一周 然后到肠跟医院去进行手术治疗 当时县政府是对外宣称杨秋新夫妇 是在市场选举完之后到国外散心 后来还是被媒体知道 他其实是到长根去做这个大肠的切除 不过还好现在所有一切都恢复了健康 杨秋新也感谢所有支持他的群众 对他的关心 这是我们来自高雄长根医院的最新画面 再把镜头交完给棚内主播 好来看到这个脸色非常的不错 杨秋新呢这是大肠癌复发 不过切除呢今天顺利提援 但是那一个是我的 中文字幕——YK